哈利利亚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要来分享的见证 就是谈到只要信不要怕 我们首先一起来看 这个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看三十六节 第五章的三十六节 三十六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管会堂的说 不要怕只要信 那在这里是记载 耶稣在世上传讲福音的一个事迹见证 简单叙述来 就是讲到有一位管会堂的爱鲁 他的女儿十二岁 然后他去找耶稣 爱教者到 Sharing 道安静 为神 为祂祷告 结果这个女儿 她就从实里复活了 看似简单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重要的信仰的学习和认识 也是提醒着我们 要如何来相信绝书 而不要怕 想到今天的世代 有的国家在闹饥荒 有的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战争 更可怕的是现在全球 弥漫在这个新冠疫情的 一个压力底下 因为这个疫情 不是单纯的一个病毒原因 而是在一些国家里面 发生了这个疫情的转变 成为一种变种的病毒 所以我们有一些同胞 染上这个疫情之后 很快的在几天内 生命就离开了 所以全球用尽了各种办法 科学的知识 医学的研究 种种却赶不上这个疫情的变化 和它的发展 所以一再一再的 会形成我们人类的一个恐慌 人类的一个生活的重担 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命 那在这里 耶稣说不要怕 只要信 那我们成为 耶稣的儿女的基督徒 我们拥有的这个宗教信仰 它有神的道理在里面 有神的圣灵的帮助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如此坚信的 而且愿意努力的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而产生这个不要怕 只要信主耶稣一切的作为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用这一段事迹 来做一个探讨 使我们在所面临的 无法想象的一个事件 和恐慌里面的一种灾难 更能够有心来相信 我们的独一真实 耶稣基督 我们首先一起来看 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正在海边上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埃鲁来见耶稣 就俯伏在他脚前 再三地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死了 求你去按守在他身上 使他全意 得以活了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 那在这里啊 管会堂的埃鲁 他遇到他的小女儿快死了 他并没有用世人的方法 寻找秘方 或者寻找人际关系 或者寻找什么什么的一个方式 要来解救他的女儿 他反而跑来到耶稣的跟前 那耶稣在忙着传福音 在讲道 来到主的脚前 俯伏在他面前 一而再 再而三地 央求着主耶稣说 赶快 到我即将要死的女儿那里去 按守在他的身上 他就必权益 得以活了 后来耶稣跟他去 从这一段里面 谈到只要信 不要怕 首先我们要分享的就是 凡事求问神 这个是首先我们要做的分享 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埃鲁 他遇到这种事 在人的世界已经没有办法 来挽救 来解救他的女儿 他来找 耶稣祈求他 其实这个动作是 你我大家 凡事基督徒的人 愿意寻求神的人 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 根据生命纪十二章的五节六节 在那里神对他的选民 以色列百姓曾经这样说过 你们到了应许的迦南地区 必须要到我立民的居所那边 祷告求问神 还要献上环祭 所以这两个信仰的动作 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教会 也就是要在神的殿中 祷告求问神 献上各种环祭 我们今天不再用外在的事物 东西来成为我们的祭物来献上 而是用我们诚实的心灵 因此我们所有的行为动作 跟神的服事有关系的时候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美好的 事奉的祭物来献给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埃鲁的 这位叫埃鲁的 他跑来找主耶稣 从他的谈话和向神祈求的内容来看 他真正的认定只有靠耶稣基督了 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提供给他来解决 女儿快要死的这个问题 但是有关这件事 耶稣同他去 在路上25节到34节 这里记载说 当耶稣在走很多人的 很多人跟随他拥挤他的时候 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女 也来寻求耶稣 他后来凭着信心 在众人中间抓住 耶稣的衣裳的衣角的时候 耶稣有感觉到 他的能力从身上出去 结果那一个患血漏的妇女 就得到了医治 他心里想着说 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 相信会好 所以这是一种信心的考验 那对管会堂的埃鲁来说 他的女儿快死了 耶稣还在这里这样忙 被人家拥挤着 但是他都没有催逼耶稣 然后一直到终于来到这个会堂了 那来到会堂的时候 就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面 出来说啊 对埃鲁说 你的女儿死了了 不何必再劳动先生呢 大老远的去请耶稣来 结果到了会堂的家 他们住的地方 众人却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用再请这位老师来了 这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啊 这段时间花了 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和这么多的事情 唯一的希望就是 趁他还没断气前 耶稣可以来到他的跟前 为他按说祷告 但是众人却回答说 不用请老师先生来了啦 你的女儿死掉 就在这个声音传到 埃鲁的耳中的时候 耶稣却对他这样说 不要怕 只要信 这不简单 我们或许会花费了 很多的力量 金钱财富 或各样的祷告 或各样的一个学习 但是到后来 看到的绝集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情何以堪呢 也付出新力量 也去找耶稣来了 结果是面对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这个时候 耶稣却跟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如果我们是这一位 赖鲁的话 我们相信吗 我们可以吗 凡事求问神 有时候 我们会跟自己家里人 也会产生摩擦 那我们也祷告 求神帮助 甚至也认罪悔改了 但是眼前看到的实际现象 却不如我们所想象的 怎么办 我们面临了很多的事情 天灾地变人后 甚至不可预知的传染疾病 甚至也无法解决的 超越了我们人的能力 科学 知识 和医学 怎么办 但在这里 却提醒 教导我们说 只要信主耶稣 不要怕 把这些事交通给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 当耶稣讲完以后 于是在37节以下 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 三位门徒 这三位门徒 每一次 当主耶稣 有重要的事工的时候 都会特别带 这三位门徒 所以我们通常 在读福音书的时候 都晓得 主所爱的三位门徒 就是彼得 雅各 约翰 他们也是静静的 跟着耶稣 耶稣不让其他的门徒们 跟着 当然 这个在日后 这三位门徒 所行的 这个主的事工 有很大的一种 发展 和一种见证 那38节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 耶稣看见那里 很多人乱嚷嚷 有人还大大的哭泣 哀嚎 后来 后来他们进到家里面 就对众人说 为什么乱嚷嚷 哭泣 哀嚎 离开家里 回来 经过这一段路 那到了这里 这是在路上的一个经历 结果众人拥挤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神经奇事 换血落的不忍 你说 一个 要想解决 这个生命关头的 父亲 哀嚷来想 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 那耶稣还要插手呢 但是他静静的跟着 与主同行 到了家里 这个考验还在来 他们还没哭 结果众人就在他们家哭了 大声的哭啊 嚷嚷着 看起来很有爱心 看起来啊 这个非常有同情心 灵敏的心 可是耶稣叫 耶稣说 你们在嚷嚷哭泣什么呢 他们就嘲笑 首先是对这个管会堂的 来如嘲笑 你的女儿死了啦 没有用啦 再请主耶稣来 耶稣讲说 他这个女儿是睡了 不是死了 结果众人就指教耶稣 耶稣把这些人 就赶出他们家 这是一个很重要 与神同行的一个认识 当我们与神同行 我们要有办法 能够超越眼前 和环境的一种压力 不要被这些人事物 给影响了 我们跟耶稣基督 同行的这个动作 女儿的父母 跟耶稣同行 在这里也没有哭 也没有埋怨 就静静地看着耶稣 怎么说 他们就怎么跟 其实对我们来讲 当我们遇到事情 不能解决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学着 能够静静地 跟主同行 来看耶稣基督 怎么成就 等候神的旨意显现 所以与主同行 不能因为 我们的情绪的不稳 就随便讲话 随便做事 得罪了神 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真的有很多的 软弱不足和过患 连耶稣带的 那个三个门徒 也是与主同行 静静地跟着绝书 看绝书的作为 来看绝书的全能 今天我们是否 也能够遇到任何事情 困难地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安静地 与主同行 对我们来讲 与主同行 要安静地度过的时候 也就是要思想神的话 要去读念神的话 让神的话 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在这个时候 我们经历的事情 手术的操练 会因作神的话的灵道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体验 很多的 对道理的一种深入的了解 对我们的信仰 对我们的生活 行为 动作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有一次 耶稣这三位门徒 耶稣带他们去 来到变茂山山 结果在灵里面 耶稣就改变身体 全身解百 善花荣光 就在这个意象里面 门徒们看见 另外两个古圣徒 摩西和以利亚 同显现在这个 变茂山山的意象里面 门徒彼得感动 就说在这里真好 因为有族同行 有族同在 最后 在意象里面 他只见耶稣一人 所以今天我们跟主耶稣 同行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撇开 任何人的想法 人的做法 事物的这个 引诱 专心的仰赖神 才能够与神同行 才能够让我们的 心事意念行为动作 越来越清净神境 趋向神 神就会在我们的身上 这件事来工作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是在神里面的一种感动 和一种造就 所以我们看到 女儿的父母 耶稣所爱的三个门徒 就跟耶稣 静静地来到 女儿的房间 在三位门徒来讲 耶稣一定有祂的旨意 跟祂的作为 为什么赶走众人 为什么要说那一句话 只要信 不要怕 那对于女儿的父母 是全然的相信 来跟从着耶稣 不要说看着耶稣 然后又看着世界 看到风浪 看到暴风 我那是很可怕 我到底要站在哪里 我的船该怎么行走 这很多都是我们人的恐慌 人的惧怕 的确一下子来临 我们无所准备 可是耶稣基督 却这样来教导 女儿的父母 还有三位门徒 事实上 这三位门徒 常常被耶稣 带在身边 所以后来 耶稣成就了 十教救恩 升天之后 这三位门徒 他们成为了 主耶稣很好的工人 有很好的见证 像雅各 在《使徒行传》的 十二章 叙律王 看犹太人喜欢 基督徒被杀害 所以他首先 就抓到十二使徒的雅各 就是这里记载的 这位雅各 杀去 拿去杀了 他迎合众人的一个喜欢 所以这个叙律王 他的手段 他的心 很不好 强害别人的生命 但是站在神的福音工作 也就因为这样 后来门徒们就 举所有众信都离开 耶路撒冷 就这样子把 这个福音传遍了天下 因为患难 临到 就能够将神的福音 拓传开来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 想象的事 那论到彼得 他后来也离开 这个耶路撒冷 这个是根据 《使徒行战》 十二章里面 他被关在监牢 天使救他 以后就带着太太离开 出去传福音 他后来 为了福音也被关 最后被吊在十字架 而是道挂 因为耶稣基督正挂 根据史料记载 他道挂 就这样离开 那彼得 在他的福音事工上面 有很多的见证 也讲述了许多神果的道理 对往后的人 至于到今天 也是影响我们很大 那约翰是使徒中间 最小的一个 他被 在 祖后 九十年的时候 他被放逐 到拔摩海岛上 神就 透过异象 圣灵的引导 让他看见 许多默默的异象 世界的灾难 他诚实的 一一的写下来 这些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 跟随着耶稣 原来将来 要面临莫大的一些 考验 操练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 沉得住 也是忍耐 等候神 也是静静的 跟随着 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立下了 这样的一个 一个榜样 和见证来 同样的 今天我们也是 我们跟随主 是不是也是 秉持着 这样的一个信念 能够 凭着信心 只要信 不要怕 然后与主同行 如果没有主的同在 我们所看到的 任何的事情 患难 痛苦 还真的是 承受不住 我们常常因为 因为人 一句话 一点点 觉得不满意 我们就哭了 到处找人讲 我们信的耶稣 在哪里 我们真的已经 碰到了 这个很大的灾难 很大的考验了吗 很大的痛苦了吗 有吗 还没 女儿的父母 他们没有哭 跟着耶稣 与主同行 生性 有主的同在 与我们同行 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凡事交通主 生命在主走中 我们今天 明天以后 怎么过 神都知道 而是我们 能不能经得起 在这样的一个 大患难里面 大痛苦里面 我们如何 来除我们的 性生活 虽然在我们的 生命里面 占了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值得 我们生世的 一个地方 后来我们要讲的 最后就是 在圣灵里面 祷告 我们来看 那个41节 耶稣就拉着 女儿的手 对她说 大力 大股米 翻出来 就是说 归你 我吩咐你 起来 耶稣做这个动作 那个大力 大股米 就是亚兰文的话 所以希腊 我翻译出来 说 女儿 我吩咐你 起来 这个动作是 耶稣在做 祷告 那女儿的 父母 三个门徒 也在主的面前 一起来祷告 在耶稣面前 祷告 跟主 一起祷告 这个都是讲着 在圣灵里面的 祷告 太重要了 我们今天可能也做了 祷告 但是我们有用心吗 从内心里面真的向主 祷告吗 真的交通主了吗 还是我们在数算什么 我们没有遇到大的试炼 大的患难 大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还真的不深入 我们只是很肤浅 因为我们想的事情 都是跟自己有关系 自私利益 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 教会主动的互相联络 说在晚上十点 一起祷告 为了一起 为了这些同胞感染 为了我们教会的信徒 为了圣功 很多人已经互相联络 有立下这个心智 我们中区传道人 在区办事宿的一个 带领 我们每天晚上十点 传道人又影响自己家里人 大大小小 一起晚上十点做祷告 我们可能会非常忙碌 因为赚钱 想要多睡 还是要多看一些山西产品 上去掏宝 上去什么 做看自己 要买什么 这个时候的我们必须 要常常祷告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早祷会停掉 但是我听说有一个教会 有一对夫妻 早祷会停掉 聚会停掉 但是每天早祷会 两夫妻还是来到教会 只是昏北进来 在教会才两个人 一个坐一边 一个坐另外一边 没有所谓的疫情的传染 没有中断他们的祷告 那今天我们在家里 是不是还跟平时一样 来祷告 有什么事 要再祷告来减少他的几分钟 有的人来赶上班 减五分钟 十分钟 提早离开 如果真的提早来祷告 也有祷告到那样的时间 那样的功效 还没关系 为什么习惯 慢来提早走 这种祷告没意思 你根本不用心 应该是很用心的祷告 提早准备 在神面前安安静静的 去感受 神的意思是什么 圣灵的带领 所以我们真的要能够 常常有圣 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犹大长老 他也这样交代 在犹大书的二十一节 二十二节 那里特别提到 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因为他所生发出的功效 太大太大了 超乎我们的想象 一旦圣灵的运行充满的时候 他是无限量的 就因为我们没有认真过祷告 体验到这样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才不会看重祷告 才不会用心祷告 反而是马马虎虎 在跟神抢时间 一时一时 一个动作来就好了 是这样的吗 其实祷告是进天国的最基本的信仰动作 那要能够做到这样 就必须要有一点的认识对于祷告 我们来看那个 哥罗西书 请看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四章 第三节 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 在此敬行感恩 恒切 是一直一直活着的时候 每一天每一次的祷告 恒切 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命里面 要常常打告 在此敬行感恩 要时刻敬行做 神喜悦的事 预备为神来做好这个 这个灵修信仰的工作 凡事要感谢感恩 在顺境平安的时候 我们感恩很容易 但是在患难 痛苦 甚至面临很大的操练 试炼的时候 有时候要感恩 还真是很难 但是这却是我们重要的信仰工作 我们看到耶稣带领女儿的父母 带领三位他所喜爱的门徒 在房子里面为女儿祷告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儿真的 醒过来 我们再回过来看 马可福音第五章42节 42节 那女儿历史起来走 他们就大大的惊奇 这个时候女儿她已经12岁了 耶稣的一个祷告动作 女儿的父母 主所爱的三个门徒 很配合耶稣 在灵里面祷告 得到很大的造就 看到神奇异的荣耀的作为 我相信如果我们当时也在场 看到这样一定满心感谢 欢呼 很压抑 就成为一种奇妙的恩典 太奇妙了 人无法这样做 但是在耶稣基督却可以 让一个已经死掉的女儿 护活了 然后交给她的父母 这个恩典 这个见证太美了 非常的奇妙 圣经的话 我们要确实的相信 我们就有很好的体验 所以只要信 不要怕 我们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信仰动作 第一个 凡事求问神 第二个 与足同行 第三个 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要在神的里面祷告 在祂的面前祷告 才有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所有的事 所领受的 就是一种奇妙的恩典 真的是如此 所以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痛苦 软弱灾难 甚至疾病 我们更是要用这样的态度 来去面对 相信我们永生的耶稣基督 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人类唯一的救助 我们一起来唱诗